這是如何進行一場幽默的演講 那在分享這個主題之前呢 我先說明一下為什麼我們適合講這樣的一個主題呢 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就是我剛才是我也介紹講過了 我參加那個speech的社團嘛 那第二個理由就是 在我過去演講的經驗裡頭呢 我曾經遇到一個事件 因為一次我演講的時候 那演講講了一個笑話 講笑話當然就是為了要幽默嘛 那講完那個笑話的時候 台下就有一個聽眾舉手就說 來 我們要跟我交流 我卻非常開心就點一趟 好 你起來 你說看看你有什麼想法 他就跟我說 我覺得你剛才講的笑話其實沒有那麼好笑 早知道我就不要點他起來講話 然後後面他就接著講說 但是你講笑話的樣子很好笑 那我不得不笑 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要來賬給我的 但是從這個事件 我至少歸納出兩種可能的原因 第一種就是 可能我天生的樣子就比較好笑 那第二種原因就是 可能我天生就是一個幽默的演講家 因為不管我在怎麼樣講 不好笑的笑話 台下還是會有好笑 所以其實這個 不管是第一種可能 或第二種可能 我講這個主題應該都還滿適合的 好 那我們現在 講接下來的主題就是 既然講到幽默嘛 那幽默到底它有多重要呢 就是你要先了解 幽默它在演講裡頭 扮演的一個角色 那你要先看這個 所以我們演講學裡頭啊 就是有講到一個 注意力程度的曲線 那我稱它叫做注意力微笑曲線 那這張圖代表就是說 以一個 60分鐘的演講來說呢 聽眾的注意力 大概只有前10分鐘 跟後10分鐘 它是注意力比較集中的 那中間的過程 它會使時間的增加而締結 那舉一個最基本 就是常見的例子 經典的就是說 我們大學的時候啊 從或多或少都會修一些 你不是很想修 但是又不得不修的 B修課 他可能很不去 然後老師上課也很不去 那這個過程 大家上下 就會發生一個作用就是 整堂課上下來呢 一直記得老師一開始點名的時候 沒有點到你 跟最後老師有沒有交代說 下一堂課有什麼作業 或什麼功課 那比較誇張的 現在是 你可能直接老師說下課了這樣子 那身為一個優秀的講師 或者是老師的話 你要怎麼做呢 你不需要有什麼辦法 讓大家聽眾的注意力 維持在一個高峰的狀態 就是 它隨時都可以維持在 比較高度集中的一個程度 那怎麼做 通常比較明顯的是 就是我們高中的時候 比如說會參加補習班嘛 補習班會有所謂的民視嘛 那那些民視之所以成為民視 除了說因為他們本身 會把複雜 難懂的觀念講得簡單 難以懂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當他發現大家的 注意力開始緩繩的時候 他會講一些有趣好笑的事情 來提升大家的注意力 所以你會覺得說 我上什麼上補習班的那個 注意力 還有那個學習效果特別好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那 成為一個幽默的 演講者的毛數呢 你可能未來會成為一個 有魅力的主持人 或者 有知名的簡報家 或者 風趣的 總統 那從這邊呢 我們可以有一個小小的例子故事 就是 呃 如果你先生 長得不怎麼樣 就是可能 很容易讓人家笑 沒有關係 你未來可能是一個 就是有前提的總統 你可能是一個 很風趣的總統 很帥的 很帥的 如果我以後參加那個 未來台灣的總統 參選的時候 請大家投我一票 哈哈哈 好 那講到那麼多 到底要怎麼幽默 首先 你要幽默呢 你必須要先 打醒自己 因為很多演講者 他一上台的時候 他開始忘我 那忘我 有一個部分 可能是因為他緊張 或者是他在投入他所講的東西 結果他忘記台下的感受 然後忘記台下的感受 他就沒有辦法 從台下的角度 去取找一個愉悅的思維 那我現在從這邊 先講一個 我們先講克服緊張這件事情 那 大家都應該有聽過說 有些人會鼓勵說 啊 我看到 我上台看到人會緊張怎麼辦 那你就把台下的人當石頭吧 可是 就我的經驗 因為我個人非常非常不建議這樣做 為什麼呢 因為 呃 其實我們的想像力 很有限的地方 就是你要把石頭想成人 或把人想成石頭 它有滿大的難度 就算你把它真的想出來了 那效果也不會很好 為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 台上演講的時候 台下都是拍拍座 那你把所有人都想成人的時候 就會變成這樣 就當親民間的感受過 沒有 沒有必要把每一場演講都感受到親民間 所以這樣一點也不會幽默 那 我建議大家就是 還是把人跟想跟一人有關的東西 那我有一個很天才的學弟 他在跟我說 那學長我知道 華想成大便 大便跟人確實是有相關 但是 學長的畫面 就很像在公共廁所演這樣 不知道要講嗎 就是會不會有味道豐富啊 那不是很好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例子就是 你把人想成 這我是我覺得最好的 就是你把台下每個關都想成的畫質 那 那每一個人都好像是情樣的樣子 那你一上台 那種感覺就是 你會充分感受到很有自信 你不相信嗎 之後上台演講的時候 你想像一下 每一個人喔 都是這種表情的時候 那種感覺是不一樣的 好 那 以這個心態面建議起來之後 那技術面要怎麼做 對啊 你要怎麼幽默的演講呢 所以它是有一個 它可以套公式的 那因為時間有限 我直接講一個大有則 就是 它所謂的 正經正經不正經 這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 你一開始要先建立一個 就是 基本的邏輯思維 看可能是比較正常的思維 然後呢 從這一步把聽眾帶到下一步 是沿用上一個邏輯思維而來 然後到最後一步的時候呢 要跳通 就是跳出原本的思考模式 那 這樣講很抽象 真的很正常 所以我用一個影片 來介紹 就是等一下我會播那個 漁風信業 他的一個 就是 他是一個知名的小將同 然後 你們來看一下 好 因為 時間有限出了 我沒有辦法學會播 你也太短了吧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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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要 重點是要分析 他有三句話很經典的 剛剛就是那個 勳導主人 他講說 所以你是要原教人家嗎 他就已經先建立好一個 就是其實的邏輯思維了 然後 後面呈現起後就是 你有困難要跟老師講 他有一次說 欸 勳導主人要幫助你 可是到第三句他要講說 40塊錢很多 他就反過 反向的思考 這是一個跳通的結果 那其實 這樣聽懂嗎 聽懂我要講什麼 好 那很多很多的笑話 他都是沿用這樣的一個邏輯 那你今天在演講的過程當中 你要怎麼運用 你不要為了講笑話而講笑話 而是你不是要把你的 今天要演講的主題的內容 做適當的編排 然後按照剛才那個公司 就是正經正經不正經 透過這樣的方式 你去編排你的內容之後 就會發現說 你講的過程就會出現笑聲 就是這樣子 那今天 我的說明就到這邊 好 謝謝 第一點 你今天已經留在召釁 有一點 和我講羽講 沒問題 你讓她ревoured